好 说到电视剧版的《试炼33天》将于8月14号开播了 8月12号姚迪 张默等诸位主创参加了一档节目 谈起两人感情状况好像就有点微妙了 是的 每一次凡是演员要参加一些发布会的宣传的时候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是他们目前的感情状况 是 回答起来就有些技巧了 比方说姚迪是含糊糊的 说不清楚 而张默则称其自己目前有女朋友 但是不排斥她有闺蜜 来看一下 2011年电影《试炼33天》这对欢喜冤架式的闺蜜组合被众人熟知 时隔两年电视剧版《试炼33天》也备受关注 8月12号由姚迪 张默主演的电视剧版《试炼33天》 在北京录制了一档卫视特别节目 前段时间传言姚迪与人众疑似假戏争作 不过在当天问及感情状况时 姚迪也在开玩笑说表明自己已经单身 当然有了 那男朋友会对你吗 啊 男朋友 不知道男朋友什么意思 男性朋友 不能才不能 晕打了 太快热 以姚迪相比张默主演的大度很多 并且表示并不排斥女闺蜜 我没有女闺蜜 不会 跟谁都有朋友 你不用商量 谁都有朋友 不过姚迪在面对感情的时候 他更是搞笑地回答感情必须要迅速来电 我可能倾向于一见钟情吧 就日久深情基本上也生不出来了 十月三十三天 不论是电影版还是电视剧版 都是讲述的 鬼蜜之间的那些奇葩的搞笑桥段 不过这次电视剧版与电影版又有什么不同呢 说不定这蘑菇头会火我觉得 我看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太炯的时候 我看王宝强好像也是这个头 我说这不是我的那个头吗 蘑菇头姚迪 宝宝的发型配上姚迪的脸 又会是怎样一个造型呢 约情的地姚迪雷人毛骨头报道 是的 有的时候大家对这个明星的感情状况就是这样的 你越不说我们就越想知道 你越想知道我越不说 那怎么办呢 最后只能看新戏去了 对不对 是的